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狼羊捕牢 古时候,村子里住着一个牧羊人,他养了很多只羊 每天早晨,他都要数一数他的羊 然后赶着羊群去草场 一天早晨,牧羊人照例数着羊 咦,羊怎么少了一只呢? 他又数了一遍,还是少了一只 他仔细地查看羊卷 发现羊卷破了一个洞 心想,一定是夜里狼从这个破洞钻进来把羊叼走了 邻居知道他的羊丢了,就来劝慰他说 虽然丢了一只羊,但你知道羊卷坏了 赶紧把羊卷修一修吧 以防狼再来叼走你的羊 牧羊人却不以为然地说 羊已经被叼走了,还修羊卷有什么用呢 我还是去放其他的羊吧 第二天早晨,牧羊人又要去放羊 再一数羊群,发现又少了一只羊 原来,夜里狼又从那个破洞钻进羊卷,叼走了一只羊 连续丢了两只羊,牧羊人十分后悔自己没接受邻居的劝告 他决定立刻动手修补羊卷 他先堵上那个破洞,然后全面检查羊卷 把有破损迹象的地方都修整好 从此,牧羊人的羊再也没有丢过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有了错误要及时改正 将来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同时,我们也要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意见 这样,才有利于我们改正缺点